火炮是用来发射炮弹的装置 是现代战争当中最主要的常规武器 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 近日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多款新型的火炮进行了集中的展示 其中三型主要装备还首次进行了公开的实弹射击 展示了我国在地面常规武器研制领域的最高水平 首先展开实弹射击的是国产大口径火箭炮 这是一种可以发射火箭弹的多管火炮 炮弹依靠自己的动力飞行 直奔数百公里之外的靶区 在靶区回船的实时图像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较高的小红旗是设定的靶心 而只要火箭弹打进蓝旗组成的圆圈就算合格 从回防的慢镜头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火箭弹几乎正好落在代表靶心的红旗上 大口径火箭炮实现了首发命中 紧接着第二型国产多管火箭炮进入发射场区 还要使用两种不同口径的火箭弹 对两个不同距离的目标进行攻击 仅用几分钟两种弹药就装填完毕 发射准备就绪 首先要进行的是第一型火箭弹的发射 这次是三发连射 这样的连射也是火箭炮的特点之一 三发火箭弹几乎同时落入靶心位置 经过简单修整第二种火箭弹腾空而起直奔十字把镖 十字把镖被彻底摧毁 最后火产自行榴弹炮也进行了射击 这种火炮口径达到了150毫米 可以将炮弹以抛物线的弹道发射出去 适合攻击隐蔽目标 展示中他对近20公里外的把镖进行了精准的打击